这边应该是最后一个影响 我们会尽量过得快一点 我今天演讲的主题是这样的 我们是想介绍一下 SDN在腾讯网络里面的应用的情况 那我直接去进入 直接先主题了 就可以再做其他的介绍了 对于但是知道情况来看 就是对于腾讯的业务来说 腾讯的业务其实有一个非常 快速的增长时期 我们隐藏的业务后面的网络 我们其实也一直在存在一个不停的 在30年前 我们当时的网络 就是IDC的架构 主要还是以IGP网络架构为主 最后我们用在这 转广的四年时间 做了很多次切换 比如从IGP网络到大纸网络 到BGP网络到现在的 OLED网络 以及到我们现在正在做的 就是在腾讯的各个领域 就是各个网络 比如说IDC无块 网约网 安全等各个领域都在推进SDM应用 就是在每一个 在每一个网络部网络期间 我们都碰到了不同的问题 比如说在OLED 网络部网络的时候 我们发现因为这个网络 就因为OLED的收远时间的问题 导致我们的网络规模会特别小 而且基于IP架架的这样一个网络 对IP主的利用率 效率不够高 后面的我们固扯的是 你大尔网络 大尔网络是你核心交换力量 作为基础的 它会将原来的TOR上面的大尔 过展到整个数据中心 但是在固扯之后 我们发现 我们发现 就是发现我们在大尔网络上面 我们对网络的控制容易会变得很差 所以这一点是我们非常容忍不了的 然后在后面 随着现在的数据中间的云化 我们又在BGP的基础上 我们又部署了 就是以BGP为基础 然后再以VXLine 就融合在一起 我们部署了现在一个 区域化的大尔网络 就是说从我们现在 网络的演进过程中 其中我们一直在对应的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去如何将我们的网络 会 就单个的IDCV 会做得更大一些 然后我们如何将我们的网络努力 对我们的业务进行开放 我们再讲一下我们现在 控制器的这样一个演进过程 就是在 其实在两三年前 我们其实就已经启动 我们自己的一个 自营控制器的一个开发 但是我们在 在是以NORPS 为基础 当初我们以NORPS 包括NORPS 包括NORPS 这些开源组件 我们为NORPS 通知器增加了 它的NORPS 通知功能 还有基础的功能 甚至我们用 消息总 用ZeroMQ的方式 为我们 通知器增加消息总性的能力 但是我们的 南向接口协议 只有一个 就是OpenFlow协议 所以我们在拿着 我们的自营控制器 在网络上应用的过程中 我们发现 我们发现 比如说 我们不仅仅是需要 一个OpenFlow OpenFlow的一个协议 我们生产需要 NetCom协议 SMP协议 还有PTP协议 需要一个 需要非常多的 这样一个南面接口 因为我们整个程序的 网络里面 不仅仅是包括 不仅仅是包括 单一厂商的设备 我们还包括 多个厂商 它会有各种类型的设备 在里面 我们要实现的 这样一个SDL化 是 不能是从 狭义上的 一个OpenFlow协议 而是从一个 广义上 广义的角度去 从多个角度去 实现我们的SDL利用 直到后来 我们在 我们看到了 OpenLine 我们这边 将我们所有的 通知器 切换到现在 OpenLine上去了 因为 从我们对OpenLine 这个情况来看 我们觉得 OpenLine来说 它现在完全符合我们的需求 它在集群 还有封锋式存储 还有建模方面 都有非常出色的表现 甚至它还有 非常丰富的南面接口 就是现在对我们的网络 非常切合我们的网络的需求 大家现在在业界所 看到的一些应用来看 封销的S10应用 其实也是从这三个方面进行的 一个是流量工程 其实就是在一个 网与网的调度 因为前面可能很多 专家已经分享过了 另外是云网络的管理 最后一个就是 网络可视化 控制 其实还有一些别的项目 我们就没有在网上面写了 往下就会简单介绍一下 这个整个应用 就在 就单个介绍的这个应用吧 我们这样的一个 网络网流量的一个工程 是以那个 SYCM loading 这样一个MPOS技术为基础的 但是SYCM loading 技术来说 它其实跟传统的MPOS 是有大的差别的 就是传统的MPOS 是通过一些动态协议 LDPO或者RDPO建立 一个动态的隧道 但是SYCM loading 技术不是这样的 它是在 头端就会一次性 压彻所有的站位 压彻所有的标签 而这整个标签 就已经代表了整个 在 就整个代表了 已经一个转发路径 那么在转发路径上的 每一个交换器 每一个路由器来说 它只要做的事情是 根据当前站点的标签 转发到对应的那个列路上面去 同时就在广发的时候 把标签弹掉 就弹掉一个标签 最终会把那个 把标签送到空间地区 然后在这里面 我们做了一个空间 是这样的 我们会通过那个 BVLS的方式 会把整个特务信息 全部收集在一起 收集起来之后 我们会根据我们的 业务需求 会给我们的业务分配 一条最佳的路径 同时呢 我们会通过那个 SMP协议 然后把网络上 就当年现在所有的 流量信息 全部收集起来 然后把这个信息 汇报给我们 图控制器 然后控制器 再根据这些 实时的流量信息 在对当前的 M调数路径 再进行重新优化 其实在优化之后的过程 它只需要把那个标签 只需要下巴到头端 头端就行了 我们需要在整个路线上下巴 因此这样一个 就是这样一个应用的话 其实对我们的网络 极大的简化的网络 其实现在大家也知道 所以我们不需要 在路线上去实现 特别复杂的路线 包括LDPRT 这些协议 而且我们在 操作这个标签的时候 我们也不需要 在整个路线上去下巴 所有的标签 只需要在头端下巴标签就行了 其实对我们网络 对网络里面的标签 也是数量 会几乎就是 乘到数量几个减少 现在是一个 云网络设备的这样一个应用 这个其实现在大家也知道 就是腾讯云现在 其实发展是比较迅速的 就是我们在 给客户提供各种 各种过程中 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服务就是VPC服务 这个VPC服务在 就对于每个用户来说 它在我们的网络里面 它会创建一个或者是多个VPC 然后通过这个VPC 可以跟它自己的IDC 在进行互联 甚至就是说 跟它个人用户也可以进行互联 而在这些互联的过程中 我们会需要 需要很多这些网络设备 像VSG 就是虚拟的网络设备 还有虚拟的路由器设备 甚至还有些是路由器设备 然后通过这些设备 我们可以为用户去定制 他们所需要的 QOS或者是Net服务 会把这些所有的设备 都配置上去 而我们在这边做的这样一个公布器 是 这个公布器是 能够实现 对我们这个网络里面的 所有的 网络设备 进行管理 它会 以VPC的方式 会 管理到所有的 Net策略 还有 QOS策略 另外 另外我们做的一个是 不载 用温器的这样一个解决方案 其实这个解决方案的目的 其实是为了实现在 防火墙的一个横向扩展的能力 因为 传统就是在传统的那个 防火墙方案里面 都是以创业的方式进行的 就是在流量特别大的时候 或者是你的防火墙 已经没办法做你的需求的时候 我们唯一的方法就是去 购买更多的防火墙 就 性能会更强的防火墙 我们做的这个方案是这样的 就是 其实是 以OpenFlow为协议为基础 就是 通过在 在防火墙前面 放置一台 OpenFlow交关机 而这台OpenFlow交关机 是可以通过 OpenFlow流表机控制的 它能够 准确的控制 当前去往哪些 防火墙上面的流量 它会跟 因为跟东方的协议 我们会 从东方的协议 里面收集到 当前流量的 那个所有的统集信息嘛 随着流量的一个变化 我们也可以 根据这个流量 去调整 这个所有的那个 流量 就是 调整大家的所有的流量 去分 分别把所有的那个 流量 负载到所有的那个 防火墙上面去 对 这个 因为讲得比较快 不好意思 这个最后要讲的是 这样一个VTP路由产级 的这样一个空气 就是在其中 对于我们 TX的网络里面 其实有个叫做 TX的一个控制平台 这个TX控制平台的话 是通过 那个VTP的方式 以所有的那个 运营商进行互联 而我们所有的用户呢 都是通过 我们的TX平台 最后把我们的TX的 进行业务的 其实在这里面的话 其实我们就非常关注 每一个用户 就是把我们的 业务的时候的 一个网络使用 我们非常关注 这样一个仓促 所以呢 我们当时就想到 这样一个方法 就是 以ODL控制器为基础 然后 在使用ODL控制器上面 集成的那个BMP协议 通过这个BMP协议 呢 我们将 TX 将我们编辑路由器上面 从运营商那边 收到的BG路由器 全部采集起来 会收集到这个 我们控制器上面 然后 通过我们 控制器上面的 一个 逻辑分析码 就是这样一算 分析 能够分析到当前 那么 某一个用户 他所经过多少的路径 会来到我们这边的 数据中心 同时我们还可以去 探测一下 这个用户 就是说 到我们数据中心的 预期延时到底需要多少 如果我们发现 这个延时 比较差的话 其实我们还可以 通过一个调整 BGP路由器的方式 去把那个 路径调整到别的出口去 现在这样一个 现在这样的一个 BGP路由器平台的话 我们 不仅是做了一个 BGP的这样一个 计算的功能 另外的话 我们还将其做成一个平台 这个平台的话 我们现在的一个安全平台 是可以实际一个 对接的 就是说 如果是安全平台 在检测到我们某些 业务在受到 攻击的情况下面 其实它是可以通过 通过他们的一些 REST COUNT 这样一个接口 会向我们下 它一个封堵的 封堵路由的一个要求 这样的话 我们会通过通知器 会把那个封堵路由 会下到整个 TIC上面去 在这个点上 其实我们也希望 比如说 未来能够跟运营商那边 能够实现这样一个 对接 对接 就是 我们可以将我们 受到的攻击的这些信息 也可以 交给运营商 希望运营商 直接在数据中间之外 就可以进行封堵 OK 这是我们整个的一个 发展策略 所以在我们这边的话 其实人数不是太多 所以我们 我们的发展策略 是这样的 一个是 参与到一个 开运平台里去 比如说现在我们其实是 一个 ODIAL的会员 就是ODIAL的一个 会员 我们希望能够 使用 ODIAL的一个平台 去开放我们 腾讯的各种应用 另外的话 我们希望 我们自己在开放的过程中 把我们自己 所开放的代码 也一起共享到 设计上面去 另外呢 是 跟我们的一些 设备供应商 一起进行合作 我们希望 就是跟设备供应商 一起能够推动 我们网络的一个 开放 就是网络的一个 开放 另外的话 还可以跟我们 社会供应商一起 开发 某些产品下面的 一个SDM应用 另外的话 就是我们希望 也会自己 其中一些项目 而这些项目的话 会不断去探索 我们SDM应用 跟我们业务之间的 一个关系 我 可能说的比较快 可能内容也会 比较少一点 我今天会分享 大家的声音